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定市继续为您带来最新鲜的集训 最有趣的话题和最精彩的对局 本周焦点 维甲联赛第七轮 贵州百灵继续领跑 上海移动首长胜计 经典赏西 王源八段为您继续讲解围棋古典名著 樊玉耀处总决 明居经节 画一纲八段 陈莹初段 与您带来维甲联赛 长号九段与王瑶六段的精彩对局 6月18号 金利手机杯2011年全国围棋甲联赛 战霸第七轮 前三名排名不变 贵州百灵 3比1 立刻广西华篮继续领跑 重庆冷酸林虽然1比3不敌安徽宁国市政 但仍排名第二 辽宁绝花岛队 2比2主将胜山东景之九夜 继续占据第三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移动上海本轮凭借主将长号的胜利 终于获得了艰难的一胜 这样也是暂时摆脱了将棋区的阴影 这箱围甲激战震撼 另一箱呢 也是业余围棋活动搞得热闹非凡 6月18号 中国围棋协会在安徽省宣城市举行了全国围棋之乡 授牌仪式 届首届全国围棋之乡友谊赛 安徽全城 江西丰城 浙江渠州和新疆沙亚获得了全国围棋之乡的称号 同时进行的友谊赛 浙江盛州获得了团体和个人冠军 我们文明的闹道的两位嘉宾主持 陈寅主段和王源八段 也是被安徽宣城市聘请为围棋之乡的形象大使 好了 本周的奇人奇事就和您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 为我们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要处总绝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接着聊繁育要处总绝 这个事项下这个繁育要处总绝呢 已经是住于迄今两百多年以前 接近三百年啊 两百多年以前 实际上里头的好多东西都非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非常有实用性 这个我就不由得想起了过去毛主席教导的 叫我们对于这个这些文化方面的东西要古为经用 扬为中用 确实古为经用啊 在我们中国的古为奇谱当中 随时都可以挑得着例子 今天我们要聊一句繁育要处总绝当中的叫 护官兼政闭官 护官兼政闭官 任则非兼与托 这是他这个繁育要处总绝当中的一句 那么根据惯例呢 后边跟上了一句解释 这句解释叫 彼此官而兼政 则向被输赢所记 我想这个文字呢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到是围棋盘上的某一种旗形 就是敌我双方都在朝中间官 护官兼政的时候 就是你的官的同时呢 还含着下一步你要正对方的头 那么这个叫护官兼政闭官 哎呀 挺有意思 而且很直观 你跳过来 马上你要正我的头 我就必须要再跳出去 那么这个棋例呢 相信我们的棋友 听到这了之后呢 已经在心理上呢 大体上呢 就会有一个描述 那么下边呢 我们就请大家看棋盘 我要给大家摆一个棋例 这个棋例非常有意思 请大家看棋盘 这个棋例就是 我选的是1978年日本第一届 就是第二届棋盛赛的决赛第一局 是由当时非常著名的两位棋手 棋盛呢 是滕泽秀行九段 挑战者呢 是加滕政府九段 那么当时加滕政府挑战的时候 被当时的棋监谓为是最强的挑战者 而滕泽秀行先生呢 当时呢 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的棋手 这是他们这么认为的 而这两位围棋的前辈呢 他们到今天当然都已经做股了 但是这盘棋啊 这一次比赛是非常著名的 非常有影响力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是第一局 请看 很隆重的开幕 那么滕泽秀行下的是黑棋 在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和现在有一点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呢 就是我们的中国流布局 在世界上是风靡一时啊 黑棋 滕泽秀行就很隆重庄严的祭出了中国流 接着我们看白棋下一招 加滕政府就挂 这都是标准的下法 黑棋在跳 白棋在飞 这个布局呢 我们这个棋友当中资历深一点的棋友 一定对这样的布局呢 是非常有亲切感的 过去见的很多 下一招棋呢 滕泽秀行九段 骑胜啊 他是日本的骑胜 就下了一个拆边 那么加滕政府九段呢 就下了一个小飞 他们两位的这次骑胜战 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但是我们还是先看棋局啊 飞完了之后 黑棋下一招左边 白棋到二连心也要连成一片了 所以赶快给他滑开 滑开之后 下一招棋 加滕政府九段 立刻就选择了最紧凑的方式 这个不知道应该叫打入 还是应该叫进攻 接着黑棋滕泽秀行九段 紧紧的逼住收根 不让白棋有开拆的余地 然后就出现了 护官兼政闭关的这么一个格局 下一招棋白棋跳 白棋跳 护官兼政啊 下一步再挣过来怎么得了 所以黑棋这一个子呢 他就是护官兼政闭关 他就关了 关完了之后呢 白棋加滕政府 接着往中府跳 可不是吗 又是一个护官兼政闭关啊 下一招白棋政过来怎么得了 那么滕泽秀行呢 又跟着他再跳 同时我们看见这个棋行啊 还很容易联想到 反官握手的这么一句围棋的谚语 接着白棋再跳 然后黑棋呢 也很较劲 再跳 护官兼政啊 我确实不知道啊 在1978年的时候 当时的滕泽秀行先生和加滕政府先生 他们对于我们清代其胜 诗乡下的繁育要处总绝 他们败读过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的棋力展示出来的 一看呢 哦 哦 原来他们也是俗读兵书啊 好 我们接着看 当跳到这儿的时候呢 加滕政府九段呢 就到右下角 这个黑棋的中国流的阵地当中去打入 一时之间呢 这个续盘战啊 在这一带啊 这个中国流的前途怎么样 白棋这块棋怎么样 黑棋这块棋怎么样 就出现了很多悬疑啊 接着呢 倒是滕泽秀行棋胜 就下出了非常精彩的好手 什么好手呢 他就是先刺 说起来这招呢 我们大家都会 白棋再把它接上 然后再下一招棋 是深冬即西的反坚冲 这招棋呢 也有点反弹琵琶 倒挂金钩的意思啊 他就给这个白子施加压力 然后呢 期望着下一代啊 白棋可以在脚上活 从他的战略方向来说 可以在脚上活 活完了之后 黑棋外围形成外势 然后把中府这个头转过来 整个的进攻这一块白棋 就上边白棋的棋型而言 只要黑棋愿意随时随地 这样的棋都是先手 虽然他局部损一点 但是他可以花钱构筑外势 然后对白棋的这一块 进行总攻击 所以下到这儿呢 加藤政府啊很鬼 他蜻蜓点水一般 我们看棋盘啊 他在右下角这一带 蜻蜓点水一般 他又不理了 他又接着又再跳 这再跳 当然黑棋这个不能再跟着跳了 说起来也是护官兼正啊 你再跟着跳 他再把这个子一活 刚才你这招棋的猛攻啊 这一个 这一拳抡过去 可能就落空了 所以呢 黑棋下一招 他也 自己觉得心满意足的 就把这招棋啊 挡下来了 就说白棋在右下角 亏了 然后下一招 白棋 护官兼正 又把这招棋正过来 说实话 再给大家介绍 诗乡下这一句啊 这一句 护官兼正 闭关 而且他关系到 向背输赢啊 对这个 他的格言 诗乡下说的格言 我在想 有没有合适的棋力的时候呢 我真是第一时间 老子里反映出来的棋力 就是这一盘棋 除了这盘棋我还没有想到更合适的 这个棋力确实也很好 我们再看棋盘 实际上还有故事 护官兼正闭关 结果白棋就关了这个 那么当时啊 由于1978年的时候啊 当时日本这个第二届棋胜战 在日本是闹得沸沸扬扬啊 这个社会上影响力很大的 在滕泽秀行 夺得第一届棋胜之后 那么谁能够成为下一届的挑战者呢 都是大家议论纷纷的事情 最后呢 加滕政府呢 是脱颖而出 获得了挑战权 那么 加滕政府在获得挑战权之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围棋的比赛啊 我们今天也是古为尽用啊 古代的话今天来说了 围棋这个挑战权都是单淘汰 非常困难 跟爬山一样 你什么时候脚下一伞 你碎盘棋就完蛋了 就没有了 那么下之前 当时加滕政府先生很年轻 他就跟滕泽秀行先生说 因为他们关系也很好 他也叫板 他说啊 秀行先生啊 大家对秀行先生很尊重嘛 呃 人家都说您是天下第一啊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他就真这样说的 哦 滕泉秀行一听啊 是吗 你不认为 他也他说 那么你说谁是第一呢 加滕建 呃 加滕政府先生就说 我认为我才是天下第一 就因为他很年轻 他们关系也很好嘛 秀行先生一听就说 啊 你居然这么认为 好 你有本事 你下一届 你就来挑战 这个加滕政府说 好 哎 谢谢 然后一鞠个弓就走了 果然几个月之后啊 他是过关斩将 就取得了挑战权 因此他们这一次 这个棋胜战 在日本当时被形容为是 最强的棋胜 和最强的挑战者 之间的一次角逐 七番棋 这是第一局 那么这个第一局下到现在的时候 请大家再看一眼棋盘 当白棋护官兼正闭关 并且把这个头 横正过来的时候 那么当时啊 棋界的这些好多评论的人啊 就认为 哦 这个头一正过来了 上边白花花的一大片啊 黑棋这四连关 这个棋子也不是太好啊 和左边这个棋子的连接 也不是很有效啊 总的形式评估呢 大家舆论一编导 认为是白棋 加滕政府先生的形式不错 啊 大家是这样认为的 认为白棋加滕政府先生不错 结果呢 事后 多少年以后啊 滕泽秀兴当然早就把这次棋胜战 他也是四比三 获得了胜利 尤其是第七局啊 他赢了加滕政府先生半目 获得胜利 他回顾这盘棋的时候 秀兴先生就专门还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老先生 老头子啊 挺倔的 我们这个中国的棋手队 滕泽秀兴先生肯定是有些了解的 确实是大艺术家了啊 很倔 他就说啊 我回想起来 当时在白棋取证的时候 舆论一边倒 认为是白棋形式有趣了 他说我认为 这个完全是错觉 所以他想说的是 这个形式我认为 还是我好 啊 呃 挺有意思 我们要调侃这个话题 就是秀兴先生认为 在这个局面下 即使是你护官兼政 我没有官 被你政过来了 这个局面仍然是我好 好的 我相信呢 通过今天的介绍 我们广大的棋友 以后在下棋的时候 对这样的形态 就多了一点点感觉 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好 感谢王源八段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 话义刚八段和陈莹出段 为我们讲解 2011年金利手机杯 全国为期甲级联赛第七轮 长号九段 与王瑶六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那好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1金利手机杯 中国为期甲级联赛的第七轮 是由中国移动上海队的 长号九段 对阵中平能化集团的 王瑶六段 这盘棋啊 应该来说 对上海队也很重要啊 因为他们的好像 之前的成绩不太理想 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需要拼搏了 那么我们看看他这盘棋 他们下成什么样子 好 王瑶的黑棋 这盘棋呢 是主将之战 其实很奇怪的一点呢 他们是有外援 红性质 但是他们 由于他此前成绩不太理想 所以呢 他没有担当主将 是让王瑶担当主将 然后他呢 在这个小木上 对 然后白棋呢 马上就挂脚 这个也是有想法的一手 就是不是说 随随便便就这么一挂 因为当时呢 长号老师在摆棋 就在赴这盘棋的时候 我有幸在旁边呢 就看了一下 他说啊 这个挂脚呢 是因为他如果在这边 随便下的话 王瑶非常喜欢下这个布局 所以他为了打破他的意图 一上来呢 就马上就在这个地方 就挂脚 他喜欢一肩 一肩这个高跳的手脚 对 但是呢 同时的这招 这一般我们叫做二肩高挂了 这个二肩高挂呢 也是我们棋界的泰斗 吴清源先生 他强烈的主张的 非常推崇的一种下发 他认为这对付小木 这个地方就是好 然后不管你是非这个 还是非这个 他觉得这个位置总是对的 好 现在他是手脚的 对 那之后呢 那这个就是不下了是吗 就这么挂一下就便宜了 根据我 我也是掌握的 学习掌握的不好啊 就是吴老前辈说的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地方 不管他手不手脚 就他先手了脚 我坚冲在这里也是要点 这是他的见解 他对骑行的一个理解 他觉得这个骑行这样的话容易均衡 那么现在来说的你手脚的话呢 很显然的情况啊 你现在跟着走肯定不行 会落后手 因为这还有个空脚呢 空脚受不了 你空脚一落后手被黑棋占了 这没法看了 变成黑棋占了三个空脚 那个你再走成什么样也不行 所以他 我想他不理呢 是正常的 然后抢了一个脚 不过呢 他这个脚呢 抢到了高木的这个位置上 他也是有所准备的 那个你也听见长浩 自己自我回顾了吧 对 长浩说什么呢 我也想听听 他说呢 这个子啊 如果下载新位的话 他觉得黑棋会贴 贴 然后他准备长 对 然后再贴一个 再长 然后再飞的话 他觉得这个脚啊 是新位的话呢 没有这样手一个脚 这样看着舒服 他觉得这样的脚呢 就更满意了 啊 这样子 啊 是是是 有他的道理啊 这个对局者啊 他的 对局者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要对这个 只要要负责任 对 这个输赢是 输赢是他的 对 对不对 都不是咱们讲解者的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啊 所以他呢 走了个高谋 也是有道理的 对 所以就感叹 他竟然啊 从他的第四手棋 嗯哼 啊 这盘棋的第四手棋 他就开始想着 这个 这盘棋以后的走势了 啊 是是是 实际上呢 呃 棋手对布局啊 其实就是一个 他想尽可能的 把这个棋局啊 导向 自己喜欢的这种 套路 啊 套路 你说的好 这个套路 他进了这个套路 他觉得会下了 对吧 其实你说这个棋 一定这么好 那么好 其实还都不一定 对吧 他关键下手 下手惯了 啊 争取把别人 领入自己的 这个确实是套路 现在应该不叫圈套 因为现在还没什么 嗯 现在他是 爬了一个 爬了这个 嗯 就像我刚才讲 提到过的一样 按照五老前辈的 这个说法 现在这个棋啊 他认为就是要长 啊 再长 那黑棋是要继续爬吧 继续普通是爬了 形状来说 然后就可以跳出来了 跳出来 那么 呃 且不说那个角的情况啊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 五老前辈的 他的意思是呢 对这种形式 他要挂在这儿 挂在这儿 来 那由于这边是低位 好像黑棋也没有心情加 对你这个加了之后 这个地方好像 他好像已经有势力了 嗯 然后你 他是想象成这样 哎 那我捡个三三 哎 他在拆 若无其事的样子 过会儿呢 你稍微一不留神 他就碰在这儿了 就像后来的时代一样 哦 其实这个地方 华老师不黑棋让黑棋走 黑棋也没地方可以走啊 对 其实关键是 呃 我的体会啊 就是这个小陈啊 嗯 他们的这个高棋的这个想法 这么下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要说这个三个子啊 到底是先手 请消了你的模样 然后自己已经活了呢 嗯 还是变成姑且 要变成姑且 受到人家进攻 肯定是不灵的 包括他这个样子 他潜在的 他还想着 做着美梦的 想这个莫名其妙 还走点木呢 嗯 他是这种含义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下法 但是现在这盘棋呢 长号呢 似乎呢 呃 他没有这么下 他直接就 碰在你这个地方 对 他是也是先挂了一下 先挂了一下 啊 挂了之后再碰着 对啊 啊 挂了之后再碰在这儿 碰在这儿 那么这个地方呢 呃 这个是很早以前就一直有的下法啊 嗯 他就是要让这个尖冲啊 要活 也就是说当你搬 他要搬 你要是长 哦 他再连搬 他马上来一连搬 对 连贯的手筋 如果没有这两手筋啊 这个连搬反正无所谓的 我就吃吃掉 你最多也是打了 我就急掉 嗯 但是现在呢不对了 他多了这两个交换之后 再一连搬啊 黑的弄得有点 难受哦 难受 你因为再打 他就老 再打吃 对 这上面有个打了 粘出来 他要打在这儿 你比较不爽 他这个粘出来 还是有点厉害的 他哪怕现在就不粘 他就算现在走这个 你你也很狼狈啊 对 早晚有这个一个隐患 黑棋 仍然是黑棋的一个病 对啊 这个地方显然很不舒服 这地方呢 你也不敢提啊 你提了 他可就 没什么不好意思 他可就要粘了 粘出来了 因为你这个还被他介绍 那肯定是更加勉强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对吧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图呢 是黑棋典型的重计图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所知道的这个下方呢 就局部来说 最稳的 那么 你就是走在这里 沾赏不给白棋任何借用 对了 沾赏的话呢 黑棋略为可以 就是撩以自卫的 是哪一点呢 他说啊 你毕竟这两个字 总是亏了吧 对 也损了一些 你总是损木吧 你这个棋你非放在这 你干嘛 他说 对不对 那我总是爬一下 你以后走这个 你还二路肩呢 对不对 你走这里总是损空啊 你这棋还能有用吗 所以也是一种想法 但是呢 如果 以这个碰的角度 是小城啊 咱们来探讨一下 咱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实际上 以韩国棋来说 如果这个是 这个棋叫韩国人来想 他很可能觉得啊 什么班了连班 应不不应了 什么什么班了街上 都不要理了 直接就叫你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白棋最为担心的一手 也是最最先要防的一手 没错啊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真走成这样呢 我还真说不清 这个地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反正你要搬 他就退 你要搬这个 他还就挡住 挡住 那这个变化 好像挺复杂的 这边有挡 是不是我在这边靠一靠 你靠 假设是他 比如说就算立下 立下了 你比如说顶 他也是立下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两个棋的交换 到底是亏了 还是便宜了呢 我看 也说不清 因为从空上来说 现实来说 黑棋是也挺满意的 对 但是呢 也有白棋 稍微有满意的地方 它也有场 走的时候 它能挡在把它退 它有一些外面的东西 它也有点用 所以这个地方 还要看以后的运用 我认为呢 这个地方如果增加呢 可能更像现在的棋 那么我们来看 王瑶对于这个地方的棋形 显然就是长号也是 就是熟练的运用了兵法 就是出其不易 攻其无备 正好王瑶是没有防备的一手 对王瑶可能对这个图形啊 他不太特别了解 我们来看他的实战 这一看呢 对 他是从这边打的 因为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 粘和长的这两种下方 他都没有选择 对 这个打了这个 那么从事后的结果呢 我们觉得提前要把这个结果说一下 觉得是不是特别成功 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地方 那么他当然要立了 立 不肯给你吃了 你这个棋已经 这个位置啊 连挡这个都有问题 这就是由于有这个字 他老有打了接牢的意思 如果挡这个的话 那白鸡下什么呢 下我估计很可能还要拐呢 拐吃 肥气还敢长吗 我也没搞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 对啊 这有打了一竿 这个有打了又沾上的意思 这个地方是相当的 我从直觉上来说 不是太妙 当然这个地方 我也没特别细的去研究它 我的直觉告诉我 不是太妙的 那么 这个王瑶呢 他是挡在外面 吓得更狠 他想啊 我直接把你吃掉 但是呢 尽管如此 这个煎葱啊 还是很奇妙的发挥了作用 很有用的一手 这个必须要尝 它沾住 沾上 对 这个时候话老 黑青能选择转换吗 对就吃这个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白鸡应该是不太坏 因为你这个两个纸你还不舍得 对不对 对肯定要走 可能它还能下在这 还需加你一个 你更疼了 你再走 它走完滚完 它还要拦住你 加你 这边白鸡厚了 然后再加住 千万别单方逃命啊 自己逃命做活呢 还可以 对吧 直接你可以这样下 所以这个黑青肯定是不理想 它想要挡住 那么长号呢 似乎是对这个雏形还是蛮熟悉的 对非常熟悉 吃完之后 现在它的任务啊 你想把这个两个所有的纸都吃掉 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两个纸呢 也不可能给你吃通 所以长号的意图显然是就是要吃这两个 对 那吃这两个话老 好像在这个局部有很多种手法 尝一个可以吃 斑一个可以吃 加一个似乎也可以吃 对 一共有三种下法 对 这个三种下法呢 你提示的好 通常啊 这个旗形啊 我自己也从这个角度过来的 我也想我当年 我水平还没到今天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我很可能是会尝这个的 尝一个 这是最显然要蒸吃这两个 一边要蒸 一边呢 我以为就吃住了 对 实际上呢 这个图形呢 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地方啊 这个纸放在这里没用 关键是 对 松了一口气 这其实可能 还是在这里好一点 各位旗友啊 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在这里啊 是比较差的 就这么吃住 它是比较差的 就是一样 它提掉的话 将来最怕的就是黑旗啊 将来走在这里 你真是哭都哭不出来 非常的麻 因为如果是尖的话 这被拐一下 对 还是先手 你如果一走这个呢 这颗纸明显它有活力的 对不对 比如说当它走这个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两个纸 它还要中间呈眼 未成空呢 这个有点 简直就是有点太恶心了 对 白旗这个吃不消这样的下法 所以记住这个图形啊 这样吃不行的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最好的图啊 这个时候还是这个比较好 但是更好的呢 是在这儿 所以长号呢 实际上它是走的这个 对 选择斑 这种旗呢 像职业骑手的下法 但是呢 换一种呢 在这儿呢 诶 竟然也是可以的 也行 好像也可以这样抱吃 诶 你这一拐也不行 它还要增掉你 也可以啊 就是这地方 你提出来的三点啊 就是现在有两点是成立的 嗯 现在它走这个 然后吃 嗯 然后黑旗在把这三个纸 提干净之后呢 发现 诶 这边 不是黑旗也提了三个吗 是不是 对 华老那您觉得这个图哪 谁便宜了 黑旗便宜了 还白旗便宜了 会觉得这三个提的也很舒服啊 主要是这个图形啊 呃 从棋底上来说呢 呃 从局部来说啊 嗯 真的以完全这两个来对比 肯定是黑旗好 哦 原因在哪里 黑旗多了两手旗 哎 黑旗多了四两手旗嘛 在这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这个黑旗是十一个 十一个啊 黑旗是两手旗 嗯 等于是 它最后爬了之后 你就理解成 最后也还是黑旗 黑旗像 对吧 嗯 黑旗走了最后一个 那么多了两手旗呢 白旗这个形状也是很漂亮的 那么黑的这个木呢 实际上它是不太多的 你看 它最现实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四一十二十三 才十多木旗 然后这个地方 白旗也有好多木 嗯 对吧 虽然我们还没有理解成 它能够有十木啊 但是这个黑旗因为多了两手 而且这个是在空角上多两手 所以这个图形还不够好 哦 这个木数还不够满意 嗯 我觉得 这个旗 哎 长号对此有什么想法没有 它呢是用了这个 日本旗手好像判断一个旗行 非常传统的首歌的方式 啊 首歌 对 这样的话 大家呢就更能很明显的看出这个行的好坏 嗯嗯嗯 它怎么说的呢 它是呢 就是这个无忧角 嗯嗯嗯 无忧角 先摆成一个无忧角 无忧角 然后白旗碰一个 嗯 黑旗扳 扳 然后再连扳 再连扳 退一个 它退 这么也算正常了 剩下的白旗应该接上 白旗连扳 白旗连扳 然后黑旗这个打吃了 再退回来啊 这个损失的有点惨重 打在这儿 这旗变成这样了 对 还藏了一个 对 这个最要命的是还送了一个 啊 这个地方还送了一个 然后呢 白的呢 这个地方死了三个啊 对 就说这已经拒亏了 然后黑旗还要往这下一个 对 它来这个 然后我们 这个也很亏 我们理解是这样 它走这个 就是说 在这儿白让黑旗多了两个 嗯 那 就是 像这些纸呢 当然是白旗是下的是很差了 对 对吧 那让它拔掉了 但是这个图呢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呢 从 就是说从实力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亏的 嗯 就是说把这三个 如果拿下来的话 空啊 这个形状 就本来黑旗就亏的 太多了 啊 就让它多了这三个纸 有道理 真是不愧是一个 对局者的一种思维啊 那么走了这个之后呢 作为 好 现在我们来看它白旗 具体的来说呢 它当然也开始守脚了 对 守个脚 嗯 然后黑旗拆到这一面 现在这个边啊 都很空旷化了 到底应该选择这边 这边还是这边 它 它不拆啊 它觉得疼 你知道吗 嗯 它觉得这个地方 万一哪怕白旗就拆个三 你这个地方啊 不发挥了 它总是想让这个 这个地方 承点控油的用 嗯 知道吧 所以也可以理解 它觉得走这里 你再走这里呢 我还能在那儿 哦 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日本的传统理论 就是我走了一个大厂之后 让剩下来的这个两个大厂呢 能够我避得其一 所以我还是算可以 然后它再抢这个大厂 这回呢 长后呢 就不太较劲了 它就硬 对 它觉得好像在这个变化中 就已经便宜了 老老实实硬 小飞 飞一个 嗯 今天这一拆二 觉得这么平平稳稳的走的话 对 这个后世好像始终都发挥不出来 它的这个效用 作为白的来说呢 它也很舒畅的 它现在走了这个了吧 嗯 它这个也很舒服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距离啊 还是蛮好的 间隔很宽了 你打进来呢 对它没大影响 嗯 那么它走呢 它倒是实实在在的空 其实空的还不算小 埋企总体来说是满意啊 然后黑琴呢 现在好像就是得特别的 强烈的要发挥这个 后世的作用 它打入 嗯 当然要打入 这个地方 嗯 你要是这样封住呢 它就点了之后呢 冲了拐了就作火 哦 如果这么封的话 嗯 也是吃不掉黑琴的 吃不掉 黑琴就是先冲还是 先点吧 一般先点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我可能就不要了 嗯 然后你如果挡在这里的话 它就冲完拐完再爬过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简单的作火了 嗯 这其实基本上是很轻松的活形 嗯 这个图形啊 外边啊 先靠一个 但是反正这边后 让你后上加后 嗯嗯 它还有一种含义是什么呢 一个是后上加后 还有一个当它跳起来 当它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就都通了 那么如果再走这个的话 你再走这个 它就要搬了 对 它肯定要搬断了 那么现在我说这个你搬不搬呢 如果这时候我也搬呢 那它有可能就断你的 然后这个地方给你搅 一搅了之后 刚才那种点可能就没了 嗯 来不及了 点不进去了 那么它就有可能选择别的下方 所以说在这边 白琴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呢 先考验黑琴 先让黑琴选择 嗯 看王瑶 它退一个 你是稳当的 它这边我就不来动你 它退这 退在那边 对 长到外边 对 长到外边 对 然后再压住 它压住 然后再搬起来 嗯 对 它这个不肯轻易的就退缩 没错啊 嗯 它是立刻断的吧 对 立刻断一个 考验 这地方呢 当然是一个 呃 看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器用呢 都清楚的 嗯 最希望你的就是 就打这个 打吃这个的是 然后立一个 那是 表现 然后再吃这个 表现太好 然后再一斑 哎 再走 再一打吃 嗯 这个形状一走啊 那个地方别弄得不好弄于无疾而终 啊 好有可能就不吃它就死掉了 对它就开始大工你 嗯 万一被人家玩 玩出这个花样来 那你就太亏了 对吧 对 因为起码这个点没了 嗯 这个图形本身本身而且也亏 所以它是不可接受的 是不是这样的形状基本上遭到人家断的时候 我们都是打二路的呢 对 打二路呢 当然也行了 呃 就是说 普通就是直接打二路 也有的人呢 先藏一下 干脆 哦 我这里要搬出去 哎 看它的 它是先打一个 直接打在二路 对 嗯 然后白棋长一个 多送一个 它还要长 它的意思是说呢 你如果走这个呢 我虽然上边不能打了 但是我这个搬呢 有鲜手味道 它还是要的这个 有鲜手味道的 你这个地方有点不知道走什么 也不补呢 就又不行 对 如果补一个这边好像就觉得有点太重复了 这个有 这本身它有这个盐气的味道 所以看黑的呢 比较稳当一点的话 还是藏了之后再爬过来 藏完这个必须要防它搬 哦 所以要跳一个 然后它再爬 当然爬过 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比较啊 也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稳健的形状吧 嗯 藏完这样一来一看之后呢 这几招棋呢 它认为呢 鲜手便宜了 分断了它的 就是回家的路 它更不要走风了 那就从下边搜根 对 搜根 开始进攻点 嗯 那这个时候是由于这边白旗多了几个子 黑旗就不敢跑了吗 就像是这样跑出来怎么样呢 嗯 跑也不能说不敢跑 其实就是说啊 嗯 下棋啊 它就是永远要付出代价 嗯 你说我就就是愣跑 你说我就愣走这里 小程呢 嗯 你看我是不是就一定不行 我看到也不见得 对不对 你走这个 然后就跳出去 甚至于跳 甚至于就走这个呢 哦 就这样就地做活啊 就就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白的一看啊 它还不不愿意你挡呢 说不定要走这个都有可能 破它这个眼位 那么反正总而言之黑旗跑出来呢 就是你现在没眼 这种地方呢 又多少对你的旗行啊 构成妨碍 嗯 不让你连回家 那么有可能就是行 就是这就是白旗旗旺的一个战斗 所以王瑶呢 一看呢 他可能想啊 换一点花样 弄一点新鲜的 他是正了一个 对 正头 正头 这个长号呢 立刻就 靠一个这样大吃 我觉得总是便宜的 我们从小学的这个说法啊 叫做正以非硬 哦 无论是非这边还是非这边 就不 指的是这个啊 指的这个 指的是这个硬 它就是通常连起来 嗯 但是这个非硬的长号下呢 现在的长号下呢 它可就要靠了 它靠了之后就容易成型 嗯 你要是一般的话 它还一扭断 传统的筋 这有点讨厌 这不好硬 二路在一打吃的时候 它就一打你 上面一打吃 这到底是粘还是 哎呀 多痛苦 嗯 这期二路打 二路极掉的话 就先被它打一下 对吧 你基本上是要粘杀 那么这个地方 它已经小了 而且你不好吃了 它有可能啊 高高兴兴的 还压在你这 很烦 因为这地方还要储进去 所以你这属于越硬越硬不好 那难道说以前的起立都是不对的吗 谁叫与时俱进啊 很多以前的这个说法 其实都在变化 现在这个非呢 就太老实了 它要这样了 对 这个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字勤获 嗯 它搬 然后退一个 嗯 粘上 嗯 哎 你说以前的不对 又对了 还是正义非赢啊 但是这边交换了几个之后 我就觉得 他刚才那靠叫你没了 对 这就是长号的用意 那如果这样白旗便宜的话 那黑旗应该来讲就不满意啊 嗯 那白旗 黑旗为什么也这么老老实实的 就让黑旗 就让白旗那么得意 他显然是没有想到更好的招 嗯 或许呢 这个靠的时候呢 或许呢 干脆 就 你既然那边不要 我就要 我就要吧 这样就被人家搬二子头 也很难受 你就搬下去 你介绍 嗯 我再查 但他可能觉得这个就这样也很大呀 他也已经不愿意了呀 他这样一走 也都是空嘛 嗯 对 对吧 这个图形白旗可能也不错 所以总而言之 这个图形啊 这样一靠的话呢 它是有点难受 搬 他一退 他一沾上 他又一飞 那就觉得这边也吃到了 这边也走着了 嗯 他显然要跳 对吧 嗯 这个跳呢 还是对白旗有威胁的 他现在冲断你 他由于要冲断你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的吃了 不敢不敢不敢 这个他怕你这样冲过来 哦 这个地 这地方崩掉了 嗯 所以他要 压一个 是一个 大大的进攻的这么一个态势 他压住 很好 这其实在这间语 嗯 这个形状 好像有点奇怪 他其实叫你补齐 他是想叫你补齐 嗯 那就 因为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就有点担心呢 你这种地方被点 将来的这种地方也被点 那当然这个点其实是后手了 要是顽强一点呢 就是倔强一点 顽强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你这个T是先手 因为这地方跨下去 你气不够了 对 知道吧 所以你倔强一点 不服我 反正就要把这块鸡 愣活掉 嗯 其实这刀棋呢 也许不应该 有点多余 因为你这一走 被他一压 白鸡的这刀棋啊 是本身有价值的 第一 补了断 嗯 第二 压缩了你 对吧 跟这个一比就知道了吗 对吧 这中间到墓 大家一目了然嘛 所以这个地方 本身有墓 那么真要走呢 可能还不如走这个呢 对 这个是已经有了 不是 展示还没有啊 有了 他跳的时候 跳的时候已经走了 对对对 也要走这个 也要走 直接走这个 你点我就借牢 嗯 就给你硬走 硬走呢 呃 虽然有点勉强 但是呢 我就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你死拼空 就非要把你的这个 呃 鸡啊 空 硬要活出来 把你的空呢 愣给破掉 哦 嗯 也是一种一种 实战家的态度 就是跟你硬 强盗的行为 强盗的有点强盗行为 对 就这样子 那这道旗呢 这一走呢 他可能啊 是想啊 呃 你长好这个 你总要退一个吧 对 其实退一个也挺正常 那么他再走这个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嗯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再不走这个 你也没法走啊 被他一团 你看 你连不上多 对 这个形状 虽然他是白旗是鱼形 但是一走 黑旗的形状也很怪 所以以我看这个地方 总要走的 所以我主张还是单走 直接就老老实实的 硬 硬给他认活 那么可能变化 说不定还多一点呢 嗯 实际上是走到这个 对 嗯 白旗也没很长 这个长是先手 还是后手呢 长 这边会有味道吗 应该气势不够 我的感觉 哦 气势应该是不够 但是呢 他可能还觉得不够满意 所以要追求一下 对 因为这个地方 你要是如果要是长的话 哦 您是不是可以搭住 对 他还能搭住 哦 他要最顽强的话呢 白旗可能要下在这种地方 这个地方 嗯 也还是很顽强 就是说打了拐的话 如果厚了 就一路就拐出去了 但是 这地方可能长好觉得啊 在这个地方战斗啊 没有意思 我还是要老老实实的 控制你的 中腹的 这个 出头 嗯 我把你中间的路给挡住 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好 现在 然后黑旗呢 既然不长啊 我就要把你断了 对了 长好看起来呢 是有 精神准备的 直接把它断 直接断掉 然后长 其实这个时候也有点考验白旗 是不是 嗯 因为我也可以这样补 我也可以这样补 嗯 到底是怎么补好呢 嗯 这个普通要是走这个呢 就是要着这边的眼味一些 对 好像 其实好像也能考虑啊 但是因为 呃 他看上去啊 呃 这个是 他宁肯愿意接在这里啊 他觉得是先手 他觉得挺好 看得清 对 对 这个黑旗肯定要吃一个 嗯 然后之后呢 白旗呢 是立一个的 呃 白的是立了 对吧 嗯 那如果从这边打吃 我能不能争先手呢 在这个局部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断不补了 对 因为 明显看见他要打了树下来嘛 我在想 我这样尝一气呢 呃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各位旗友 大家请看 嗯 如果白旗什么都不走 被这样一打吃 是肯定不行的 对 因为你再走他挡下去了 这没得看了 那么 现在小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他就是要打这个 对 如果黑旗 如果黑旗 滚 然后我再一吃 我就算把这变化冷痛一下 我就打吃 这个时候你只能提 那么把这个就补掉了 对 我就争了一个先手 哎 现在小陈呢 这个提议呢 很有意思 这个事情倒是促使我也进行一些研究 但是这个打到底怎么样 嗯 现在看一下来了呢 这个打本身有考虑的价值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 这个打仍然是后手 我的结论 哦 因为你打啊 他拐不行 他只能提 提这个 那我再吃 我目的是便宜 他要借劳 这个不让你通 嗯 接着呢 黑旗如果想 这个地方要出旗 本身像是一道死活体一样的 嗯 我可能应该是打吃 然后我粘上 我竖下去 你只有加过了 那我只能加过了 哎 我接上 然后这样度过 你只有度过了 嗯 这个时候就考验其力了 你一冲 挡住 现在有妙手 然后 然后 我打起来会有介绍 每一种 嗯 每一个次序都不能错 要先断 这个命令型 白旗只能吃这个 哎 接着还不能铺这个 要先铺这个 你要铺这个 他就牢了 我就 我就沾上了 他只能走这个 那我不能沾 沾的话这样被 吃了就 接着再来这个 那现在还是命令 还是命令 哦 这个时候就发现 其实白旗已经接不归了 他再接牢 一吃 一吃的时候 关键这个藏出来了 这个次序呢 非常的锦然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呃 我们的结论啊 就是这个地方不可脱险的 啊 再怎么着也没用 还得落一个后手 那就算我落一个后手 那我这个木树 会不会便宜一点呢 大呀 这个木 就是这样吃掉 这样的话 我木树不是便宜一点 啊 就是现实的 对 现实的把这个木拿过来 对 你这个想法呢 也对 但是呢 他暂时呢 这个地方厚薄 因为他当时还有个藏呢 嗯 所以不舍得 对 他不舍得马上卖掉 他们职业洗手的这个 用的经常用的术语 叫卖掉 嗯 把变化走掉叫卖掉 卖掉之后呢 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这个藏总是先走吧 对 对吧 总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宁肯放在这 这个就是休滩小利 嗯 有点这个意思啊 这回呢 他再补 嗯 再补了之后呢 藏后的这招点呢 是很爽的一种 对 是他已经预先设计好的 冲的时候 他说这部档 是他比较后悔的 一首棋 啊 啊 啊 真的啊 对 我还觉得这首棋特别好呢 嗯 真的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 他就觉得我这个棋就退一个 啊 就跳出来 这样的话 我这个大势已经领先了 啊 用不着去相较劲 对 他当时呢 退呢 就是比较难受一点 就是这边 会给黑棋 多了个点 对 留个点 他最希望的就是挡一个时候 黑棋这么加一个再沾回 他再跳 这样的话 我这边就很厚 但是这个挡的话呢 可能会给黑棋留下一些味道 比如说现在这边靠两下再震过来 哦 他是说担心说这边应该 哦 我靠一个 哦 我真有意思 说这个地方黑棋的栗是先手 哦 因为我这个地方靠了段沾上栗 哦 不能挡着走 只能这样走 然后坚过 哦 所以说先考验白棋一下 哇 白棋到底怎么硬还不好硬 哦 这 这地方真是厉害 我真的没想到 哦 说要在这边靠一个 都如果加的话 以后我就算这样扳了 我就爬回来了 哦 哦 因为这个力仍然是先手 哦 有意思 有意思 对 说这边是有靠一个的 哎呦 这真是不愧是对局者 想的就是生啊 这 各位其友 我 我今天这个讲 其实就有受益了 主要是陈寅 他听过这个长话 自己对局者的讲话了 对 我说句大老实话 我 真的 梦中也没想到 还有这个靠的 哦 这个靠 这个有点厉害 我不知道这个靠和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 哦 大家一看啊 简单的来说 你很难引 你走这个的话 他要断你 嗯 这有点烦 对 啊 非常讨厌 他要跟你弄这些东西 那么你这些家 其实呢 走这个呢 你已经算他气算不够 但是他还有这种利用 对 就说这边如果有眼的话 黑棋可能一手气 就把这个头给拧过去 哦 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就没有 他理想化这么简明 哦 这个意思 我当时啊 还觉得呢 长浩的这招 党啊 也是我认为是不平凡的好手 我觉得呢 这个地方呢 就要强迫你走这个 嗯 对不对 你又不肯担真 你又不能走别的 对 哦 看起来 就是 这个对局者 他有自己的担心 嗯 看王阳怎么下的 王阳那 这边呢 他没有交换嘛 他就只是跳 这样的话 以后 这边眼泪就差了 估计王阳也没看见这些东西 他也没往这边想 哦 那长浩不是白担心了 呃 但是长浩的这个担心呢 呃 小陈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我觉得是一种对局者的担心 其实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我们并未得到证明 嗯 这是一种实战的心理 有可能啊 长浩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么 咱们没有说这个靠啊 就一定会把白棋给击溃 咱们并没有这个结论 嗯 所以呢 呃 这种地方呢 就体会 咱们就体会这个四个字 这就叫实战心理 各位旗友 这就叫实战心理 作为对局者 他有些地方 他是怕的 但是真要去论证呢 最后你还证明出来没急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之中 你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算透吗 那不太可能 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叫实战心理 还是很重要的 长浩这个 我理解 是一个实战心理 所以像这些问题啊 就是正式围棋当中 最玄妙 最难的问题 你就像这种党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长浩呢 担心 哎呀 我啊 弄得自己都没看清 他觉得那样已经挺好了 但是客观上 有可能还就是这个最好 你承认吗 有可能 对 对不对 因为假设那边什么也没有 那像闹什么呀 是啊 那如果黑棋只能这样的话 那肯定是这个就更好了 更好了 我点都不让你点 我中间还走出木来 有眼味 对吧 爽吗 对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这个退了之后 让他单点这个 你得放在这 很疼啊 这个地方多一个值 对战斗是 这个作用非同小可 所以他这个党 说句实在话 直到现在为止 我虽然很感叹 这个碰啊 很妙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的感觉 还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 党力也很有味道 党很有味道 这种地方啊 体现就是长浩的基本功 虽然长浩明明后悔的 我在这里跟他有一点唱反调 对不对 但是我同时对他很理解 因为他是对局者 还是刚才那句话 他是对局者 我呢 是讲解者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对局者跟讲解者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他说他突然间发现 力是在那时候 啊 好 这个力 看王瑶的 王瑶是从这边跳 跳 对 他也不肯甘心的 这样去补断 对 如果补断被这一跳的话 好像这边就只有做活 这木树啊 对 黑棋已经明显不足了 就只有这一块 但这个跳呢 其实很悬的了 因为他最简单的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你这个 这边要冲着 你不是等于是 愣去跳在这儿吗 所以这地方本身 就是一个风险 为什么会造成风险的 那小城 因为他之前 他就不够了 所以他要拼命 不对 嗯 那还有什么 就是我这招棋下的好 我才搞得你有风险 哦 如果您退一个的话 我也就没得选择了 没有风险了 我只好下那儿了 只有接了吗 对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下的好 搞得你呢 心里边发毛 对 也不知道走什么好 选择还很多 对 这个时候吧 因为白棋直接断 其实我跳到这儿 白棋也不敢断 所以我才有想 这样的一种想法 对啊 如果是他在这儿了 我这个别的都没得想了 没得想总要接牢的 对啊 只好下这儿了 对啊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生意啊 这种地方 真是围棋的味道 先他跳 跳这个 然后冲 他这个时候还要强行的搬住 他这个倒是要搬了 他现在冲 他不怕他能接牢了 长话呢 肯定是还要占大决 这期你要单长 被人家再贴 没有意义了 他还想玩强 对 他想这样啊 直接把这个给撑起来 空都无助 是吧 我们好理解的 对 但是刚才话老讲 这边都是线手 这还有双脚吃呢 对啊 这地方感觉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地方 好 看长号 拖一个 他先老实 长号先把自己站稳脚跟 他还要贴 对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对 这个地方呢 但是问题在这里走了半天 走着这里再被人家拐住的话 你注意啊 你这一点区区的小空 哎 给人家这个理论的嘛 哦 这个地方将来都进不来了 这个地方等于没走棋 只走了一步棋 自然而然形成 就围成这么大空 这个效率不得了 所以他 这很好理解 就是要停 好 然后白熙这个时候给他搬住 也搬住 他呢 他断掉 他还断 他还要断 但这个 这个时候发现 这个就是线手 对了 这个是线手 你总要理 你如果沾上我这一双脚吃 这块的死活是怎么回事 搞不清 看你怎么走 王瑶呢 王瑶这时候觉得我 这个沾上 这个太简明了 对 靠一个 靠 但是 常觉得这个 是他的一个 勺子可能 他肯定有他 看错了的地方 结果常好呢 那这时候看清了 既然他觉得 人家这个是勺子 他肯定就看清楚了 他把人家断掉 他就直接就断掉 吃掉你 这个地方吃的 不是几个子啊 连着空的 对了 那个带着卤啊 对吧 不是干的 不是干的面 然后这个吃 也是撞气的一手 也不灵 对 肯定是始终都 一直都看错 然后再一斑 那他就把你吃吃掉 解牢 对 他就已经看清了 这一斑毡 嗯 他这一靠 一靠 这里边死干净 这还不是冲 冲了你还顽强收气 打结 对 他这一靠 没法走了 局部根本没法走 现在黑鞋好像就只能 孤注一致了 必须要把这个吃了 才可以跟白鞋 来拼一下木薯 哎 那么他怎么吃呢 点进去 点进去 总而言之要破你眼 对 然后靠一个 靠了之后呢 为了让这个点 把它活过来 对 所以他必须得破眼 还得往里边缩 不然的话 他如果一旦退的话 这一跳一爬 都有眼味的 就活了 往里边说 往里边长 现在的这个鞋呢 现在已经到了 关键到了 就是长号怎么把 就是说左上角啊 把它活得干干净净 对 活了就行 来 看长号怎么下的 他从这边吃它 他这个时候觉得 我问他 我说 这几个子都在黑鞋的包围圈里边 想过会死掉吗 他说这个鞋怎么可能死 其实我还真有点怕 这个 其实眼没看 没看得特别全 不知道大家担心吗 这就叫意高人胆大 他这里边 所谓死所谓活 里边还有一个判断问题 就是外边 如果我提的很多 吃的很多 我那边给你点 根本无所谓 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吃了 他吃一点也不行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这个打 你现在要不要 这个 你这个让我抓通了 这个全废了 这个值啊 就是说我这么吃了也不行 对啊 大约是这种意思 所以这个必须得要 好 看长号 然后再贴 再贴 你看他就是现在跟你 弄这个四个字 他要跟你一起练出来 那么作为网友来说呢 他这个还断着人家呢 这个四个字就死了 你说像样吗 那是其今 肯定得 没错 继续要 对啊 搬头 搬头来说呢 长号呢 可能来说呢 他觉得来得正好 我正要搬 对 很好 然后他再断一个 断一个 这样送白旗一个饼 注意啊 这个旗他已经不能长了 这一长的话 他不是走这个 他关键从这儿吃掉了 还是刚才那句话 这个一吃掉啊 这个四个字 如果被这么树的提起来 你看这个周围的辐射 效用不得了 这边你也甭成空了 这一头啊 关键还不知道 到底吃的干净 吃不干净 还不知道 哦 这个旗绝对吓不得的 就算如果吃了 是不是这边黑 也过大 白旗也太大了 大概也已经完了 这个从 大家数数控就知道了 这个旗没法想 对不对 现在这个控啊 他已经随便数数控啊 已经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已经十四末了 对不对 二四二五二六 二七二八 二七三一三一三二三三三五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十三四四八四九五四五一五二五三 到这个边界上 已经五十三末了 五十三 你在这个地方 中间你看 中间那么大 四个字 如果这么吃掉的话 跟这个地方的控啊 白旗感觉上 就是八十末都不止 这个黑的控不会够 这个是太大了 所以王瑶呢 显然他需要拼命 对 这个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 对 然后他呢 这样吃 他先滚 先滚了之后呢 才能又保住这个 又不让你这个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让他再吃 打吃 沾上 对常侯来说呢 常侯可能觉得 嗯 不错 看清吗 不是 他觉得来得正好 全都在我意料之中 嗯 然后他再挤一个 挤呢 就是说 当然是为了 将来吃住这个的时候 不让他打吧 这招挤 可能是绝对先手啊 然后白旗补 补掉 然后再吃 再吃出来 白旗这一吃 白旗再一打吃 他还是要吃你四个 黑旗这个时候 好像就已经 他就这么 low了一下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棋局 已经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啊 就这盘棋 就这样就结束了 是吧 对 他就下到这儿了 他就觉得没有 就是已经下不动了 不能再继续了 才下了110手 对 那么这盘棋 他已经就认输了 嗯 那么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作为常侯来说呢 他为他的这个队啊 队的 听说是这个联赛的 首场胜利 对 首场胜利 三比一 三比一 而且他自己是主将 对 那么 他是变成这样子 那么对常侯来说呢 所以记得非常深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难免有疑问 果然是这样的 这个棋 他就下的是对的吗 对不对 那么 他这个棋 他不这么下 他还有什么下法呢 对不对 当初这么滚掉了之后 他走的这个 他打吃的这个 是吧 对 他好像黑旗这时候 已经下不动 哎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 看一下啊 就是为王瑶 开一个追导会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招 还能够 就是说 哪怕再多坚持会儿 再跟他再拼搏 最关键是啊 这个前提是要说清楚 这个四个子啊 不能丢到 这个四个子再背一次 空也不够 就那边这个数出空 一一时二时三四十目级 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三四十目级 那可能盘面也要打差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被吃通的话 这种地方潜在的目都没算了 哦 全是空这地方 你要破都来不及破 所以这个四个子啊 那这是我必须要跑出来 前提是这个四个子啊 一定咱们得要 你这个不要 咱们就不好练了 对 但是这跑出来之后 白旗的眼其实还没有瞪拳 没有瞪拳 你到底是怎么下 现在我们来看啊 最最最最凶的下方是什么呢 把这个破子也给介绍 把这个也粘出来 嗯嗯嗯 那我再冲出来 哎 这个单葱啊是好吃 这个单葱了之后啊 由于它含有这个滚打 好像其实它挺难办的 你说你你叫它怎么办 因为你假如再走这个 嗯 再走这个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也跑出来呢 哎你再跑这个 你当心自己死掉啊 那我这 快接牢啊 现在接 然后会不会杀气啊 这个杀气黑气不行 这黑的可能不大血 哎 这个白的 就不敢长了 白的可能 你要是这样煎的话 那我就得再冲 哎 我估计它要这样冲 嗯 但是它在介绍呢 那我再挖出来 嗯 你也就直接冲就行了 就直接冲 哎 然后白旗肯定是只能粘上 然后我再冲 哎 等一下等一下 啊 我们来看看啊 呃 这个地方啊 可能这样简单一点 这样滚 然后提掉 提掉 我一尝 你接可能接不住了吧 对 接了我已经一起把你吃掉了 那不是已经跑不了了 这个棋啊 这个棋啊可能还有点 呃 就是说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这样尖呢 是很危险的 就是你这个单冲出来 嗯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棋 对不对 单冲出来的时候 它不知道怎么硬 那么单这个街啊 也许本身很危险 以我看呢 比较稳当一点的话 咱们就算送它个眼 咦 那我就停掉了 你不是自己只要做活吗 我看呢 就这么下下 你看怎么样 这样就摆活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先尝出来 您就团住 呃 我就 它就做做活 其实也没啥办 这好像这个吃了冲出来 嗯 这头我还要冲下来呢 冲下来了之后断 这地方 然后眼味啊 嗯 关键是这个眼味 你还没有做切切实 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对 知道吧 呃 也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这地方是 这有一个 这没有一个 这样 嗯 那就是说 我这个子 嗯 能不能不沾 因为我这两个活着 这个死了呢 也不行 这个也是奇经 当初 这个也是奇经啊 呃 这地方呢 实际上呢 呃 从事后来看 无论如何 他也是这样跳一下 可能好一点 那么还有 白旗还有一个下方呢 他就是什么都不要理 也不要走这种书 帮你提掉 嗯 他就 把这个提了 他就把这个提掉 就是跟你这样来 作战 嗯 那么这个奇呢 黑奇来说呢 起码这个四个字啊 是活的 那么作为我白旗来说 大概也不会死 呃 从道理上来说呢 起码多一点变化 对 呃 我是这么主张的 当然形势可能也不好啊 但是画老 其实从刚才啊 就是被黑旗这一点进来啊 啊 我刚才也讲了 嗯 我就觉得 这个白旗的眼 根本就找不着 然后为什么怎么就走 走几个就好像这个眼就搭出来了 他就叫戚风断出声 他把你的断点弄出来 挺想让大家呢 再回忆一下当初 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场面 嗯 呃 呃 看一下啊 吃一下 我看一下 这是 嗯 呃 呃 吃一下 这上 打吃的 这个是头正的吗 对 这是正头的 正头的 这个地方是黑纸 那个星位 嗯 啊对 这个是黑纸 然后靠一个 搬一个 这样 这儿没有 嗯 嗯 这个还没有 他是 就是从这个地方弄出头绪来 对 他要叫你 这个地方 你如果什么都要的话 他就不让你那个什么 所以他这个很巧妙的 再走这个 对 然后再贴 嗯 这头是一个什么东西 吃一样子不对 挤的时候吃 嗯 然后这样搬 这样 然后吃 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就说这个我能不能不要 这个 不要呢 他这个集通应该也不行 现在呢 他搬 他的图形啊 就是这么下出来的 嗯 他冲 是不是这个时候黑纸就没变了 下的好像 那我就说啊 起码是要跳一跳 啊 这个时候 哎 你走这个 对 他走这个 然后吃一下 他吃 他一打吃 这个滚呢 肯定是加速了这个失败 失败啊 你再一走这个 再滚完之后不知道走什么 现在你再跳的话 那我做了一双吃 不是 我看他要接到这个 接这个 嗯 那我接这个 你你接这个 他就要断你吗 然后我打结 你你没有结可打 看见一个结 但是全盘找不到 相应的结 现在你如果走这个 他就打吃 冲的话 我觉得他能走这个 哦 还能走这个 还要滚你 哦 那这肯定就活 活太多了 那我提的话 这一吃 好几只眼 就活得很明显嘛 对不对 你再走这个 他先扒掉 嗯 再一走 他再沾沾上 这肯定活了 这个就活得很舒服 那么也就是说 王瑶呢 对这个图呢 他觉得 就是有点 就是他先滚啊 可能不行 嗯 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 单冲出去啊 是一 还是一种金 他先滚掉了之后啊 这个地方就没放下了 就是这一圈 从道理上来说 这一圈啊 嗯 就是这一圈 总是要跳了之后 要单走在这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还容易走 嗯 当这个地方先被一走的时候 再被他一接牢之后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这么打吃也行 这气 最稳健的话 你刚才不是说 还有结吗 我看要是最稳当 最稳当的话 我就打在这 对 这个总活了 你接牢 你接牢这里的 我是要接这个的 然后再接这个 没有变化了 对吧 对 所以这一代呢 就是他虽然是很早认输了 咱们也把具体的这个经过呢 跟大家都做一个说明 对 最终呢 是长号中盘获胜 好 感谢二位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文评论道呢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 晚安了 最新鲜的集训 最有趣的话题 最精彩的对局 每周二晚12点30分 我们继续相约 文评论道 文评论道